肺高壓 肺高壓 我想大家很熟悉的高血壓 肺高壓 高血壓我們可以量血壓 我們就可以得到 得到的數字 是不是有高血壓大家就很清楚 肺高壓它也是要量一個數字 其實它量的方式比較特別 它是量我們肺部動脈的一個壓力 肺高壓的定義就是 我們的肺動脈的平均壓 大一等於二數 就叫做肺高壓 肺高壓的原因 目前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那只知道 有些是基因造成的 有些是其他疾病造成 那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有一個所謂的 體質性再加上一個環境的因素 相互作用然後產生一個疾病 肺高壓的臨床症狀 肺高壓的臨床症狀 其實沒有什麼特異性 它大部分會出現喘 有些人會咳嗽 那少數會咳血 有些人會胸悶胸痛 那或者是心急 那嚴重病人它會昏厥 所以它症狀其實跟很多的疾病 是有重疊的 那反而大家會想到這樣的症狀 有時候會覺得 是不是有氣喘啊 有感冒啊 或者是有沒有所謂的 貧血 那或者是心臟方面的問題 平床上我們 碰到最大的問題 還是早期診斷的問題 尤其是喘 大家要知道 剛開始症狀的喘 並不是那麼厲害 很多人會以為是工作的忙碌啊 或者是感冒啊等等 所以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如果一個喘 或者覺得在跟同事跟朋友 在活動的時候 怎麼常常別人沒有喘的時候 你開始有出現喘的症狀 不要輕易的放過 不要以為是感冒 不要以為是因為工作忙碌 應該是及早去就診 那所以這疾病的診斷其實不容易 所以常常到診斷出來的時候 都是在疾病比較後期 那這疾病的診斷 初期若我懷疑的話 最好的診斷工具還是超音波 超音波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篩捲的一個工具 不過確切的診斷 最終還是要做一個心導管 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 肺動脈高壓 肺動脈高壓在最近這30年來 治療上面有長足的進步 尤其是新藥的發明 那目前治療肺動脈高壓的腰 主要有三個作用的激轉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前列腺素 第二就是血管內秘素 受體的結抗劑 第三個就是經由氧化 但作用激轉 那跟高血壓一樣 當單一藥物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我們會加上第二種藥物 第二種藥物還是不好的 我們就加上第三種藥物 那有些病人在藥物治療以後 他的症狀還是沒有辦法 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時候 那我們就必須要 經由手術的治療 手術治療當然就是所謂的肺脹的移植 那這邊要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在肺肝治療不是只有投藥就好了 那不要忘記 治療以後我們要評估它的效果 我們會設定一些標準 那如果沒達到標準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加上另外一類的藥物 所以規則的回診 規則的檢查 規則的評估 對於肺咬治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肺動脈高壓比較特別 它是耗發在年輕的族群 它是35到50歲之間 那女性比男性來得多 它是3比1 所以哪一類的病人需要提早警覺呢 我這邊的建議就是免風的疾病 比如說像紅半性狼腸 像硬皮症 像乾燥症病人等等 那除此之外 在先輕性的病人 它也是一個會有伴隨肺膏的一個族群 那慢性的肝疾病 不要忘記它也是會有肺膏壓 由於症狀的沒有那麼的特異性 所以病人常常會到不同的科別去 包括胸腔科、心臟科 那當然也有家庭醫學科 那當然也有家庭醫學科 提到肺動脈高壓耗發在年輕的主權 所以尤其是女性 那肺動脈高壓很重要的經濟就是不能夠懷孕 所以一旦診斷有肺動脈高壓的女性 那千萬不能懷孕 因為懷孕會造成疾病的惡化 甚至會死亡 那至於活動方面 我們是建議所謂的輕度或重度的一個活動量 那避免急重度或者重度的一個運動 那再來的話每年的十月份 我們都會施打所謂的流行性感冒 那記得每年都要去施打疫苗 那我想有肺動脈高壓 也不說就不能夠去旅行 不能夠坐飛機 那只是在要做這些旅行的時候 記得要跟醫師討論 那當有需要的時候 就很快可以讓人家知道你的毛病在哪裡 那我們林口長根醫院這邊 照顧肺高壓的經驗已經很久 那至少也有十五年的這個經驗 所以如果懷疑肺高壓的話 大部分我們都會到心臟科 或者是胸腔科去做評估 那肺高壓 大家聽到這疾病都覺得很可怕 好像得了癌症一樣 那尤其網路上的消息 那這邊跟民眾呼籲就是 肺動脈高壓還是可以被治療 那我們在過去十五年 也蒐集了七十位的病患 那這類的病患其實在治療的時候 癒後都不錯 一年存活率都可以高達九十以上 那三年也達到七十以上 所以這疾病其實是可以被治療 而且也可以得到相當不錯的控制 這也是一個大小小細的進去 那是一種嘻水 那是一種嘻召病的 你跟他有一個調整的病患